嗨大家好 我是鬼故事版圖又擴大的阿騰 最近我們又有新觀眾 還是會跑錯地方投稿喔 那在這邊再重新講一下 資訊欄都有投稿網址喔 把你想投稿的故事 寫到資訊欄的投稿網址 就會有小幫手幫忙做笑稿的動作 就有機會被做成微鬼話喔 而這次的故事非常特別啊 是阿騰的朋友提供的故事喔 上一篇故事說 去澳洲打工遇到鬼怎麼辦 沒怕 至少去打工還可以逃回台灣了 那你有想過 如果是嫁到日本 才發現老公日本的家裡有鬼 你該怎麼辦呢 那麼老樣子呼籲一下 如果想支持微騰的話 遇到廣告可以幫我多看10秒喔 故事開始囉 今天我想說個故事 這個故事是發生在我日本旅行的時候 無意間聽到的一個故事 前陣子我一個人到日本旅行 當背包客 到處東走走細看看的 從自己活膩的城市 逃到別人活膩的城市 而因為是背包客的關係 我住的旅店都是選擇在日本 當地的台灣人 經營的友善旅館 可以在外地 跟自己家鄉的人講上幾句話 總是覺得特別溫暖 而在背包客棧裡 有時候老闆 老闆娘也會一起來聊天 甚至是他們在日本的台灣朋友 也會一起來聊天 而在裡面 而在裡面就有位老闆的台灣朋友 叫做小花 而這個故事 就是從小花開始的 我跟你說 我家鬧鬼 蛤 你也說他小啊 我說真的啦 我家有鬼 有鬼 什麼意思啊 這個說來話長嘛 就是啊 原來 小花在幾年前 因為結婚的關係 從台灣嫁來日本 一開始 她是跟老公住在 偏鄉下的 傳統日式房子裡面 因為是結婚的第一年 小花也不是很敢要求 要搬出去住 更何況 老公的爸爸媽媽 帶她如自己人 所以很順其自然的 與公公婆婆 老公 四個人住在一起 而這個家的配置如下 因為偏日式的老屋 是個長方形的房子 從頭走到底 大致分為 客廳 公公婆婆的房子 房間 書房 小花的房間 而最後一間 則是奶奶的房間 沒錯 奶奶的房間 就在小花房間的隔壁 奶奶 這是我太太 也是你的孫媳婦喔 奶奶你好 以後請多多指教 沒錯 雖然說是奶奶的房間 但嚴格來講 是已經過世的奶奶的房間 裡面除了奶奶的身主牌之外 就沒有放其他任何東西了 那個 我們不用把神牌打開嗎 這樣對奶奶不會不禮貌嗎 沒事啦 這個神主牌已經很老舊 一直開關的話壞得更快 我們只有在固定的節日才會打開做清潔啦 話說完 小花跟老公 將祭拜奶奶的貢品更換完之後 就離開了房間 對了 你把這拿去丟掉吧 為什麼 這個可以吃吧 在台灣拜拜完都是可以吃的啊 那一次看看 吃就吃啊 誰怕誰 嗯 這是什麼味道 X好硬喔 這怎麼是酸的 小花一口咬下和果子 味道沒有想像中的甜 更是一股酸味沖上腦門 整個和果子像是收掉了一樣 好像放了超過一個月 而更離奇的是老公卻說 怎樣啊 知道厲害了吧 呵呵 這個和果子只放一天喔 就壞掉了 怎麼可能一天就壞掉 真的咩 我們家每天都要換貢品的 我想啊 一定是奶奶回來吃了 而就是這樣 這個家第一個怪事 就是每天奶奶的貢品 明明只放了一天 到了隔天必定臭酸 所以必須天天更換 雖然感覺毛毛的 但看著老公跟公婆都住得很舒適 小花自然就沒想太多了 而怪事不只這一件 就在嫁進來後 約莫過了一個月 某天的晚上睡覺時 嗯 什麼聲音啊 房會傳來何時開門的聲音 還有人在走路的腳步聲 吵醒了熟睡的小花 有人去上廁所嗎 就這樣 小花以為是公公或婆婆 老人半夜憑尿 起床上廁所經過的房門 不以為意 但到了隔天早上 早起的小花伸著藍腰準備去做早餐的時候 卻發現了隔壁奶奶的和室門 卻是半開著 雖然覺得奇怪 但小花把這歸咎在可能是誰忘了關門 就這樣帶過了 但接下來更離奇的事情發生了 幾乎在每個半夜 小花都可以聽到 有人 開門 走路 開門 走路 開門 走路 而更扯的是 每到隔天 奶奶的和室門 也都維持一樣半開的大小 想當然的 這件事情跟老公講 也都沒有什麼鳥用 總是會說 那是奶奶 不用怕 奶奶最疼我了 她是家人 等等的批話 而就在這樣半夜腳步聲的騷擾後 真正可怕的事情來了 某個夜晚熟睡到一半的小花 又聽到了開門 走路的聲音 煩死了 到底是想怎樣啊 鬼就不用睡覺你 整個晚上就在那開門走路 你不睡老娘要睡啦 有種過來啊 奶奶了不起啊 我也有奶奶啊 很大顆的 但我好欺負 因為受不了 心裡一陣murmur的咒罵 而小花才剛罵完之後 突然間 聽到了一句 一個老人的聲音 從門口傳來 這句話是一句日文 中文的意思就是 我在這 小花納悶的轉身 就看見了房間的和室門口 有個影子 正站在那 從剪影看來 這個穿和服 盤起頭髮的嬌囂身體 是 是奶奶嗎 現在是怎樣 剛剛那個只是開玩笑啦 台灣人的幽默啦 不要嚇我 裝 裝備是好了 就這樣 小花想要假裝 弄無其事的翻身 把身子轉向牆壁的那一面 背對門口 想要眼不見為盡 而沒想到 這一個轉身 讓她整個尿 都快閃出來了 原本該是牆壁的那一面牆 現在 在她的面前 卻變成了一道和室門 而門外 一樣有奶奶的影子 而在那一瞬間 小花隱約又聽到了 ここにいる 話才剛說完 影子慢慢的 從門 穿透過來 浮現了一個老奶奶的臉 一邊笑著 一邊說 ここにいる 是 是做夢嗎 原來 剛剛的一切 只是一場夢 而這個時候 天剛亮 太陽剛升起 鳥兒剛起床 一切看起來很祥和 但小花已經睡不著了 也受不了了 這一次 她決定要直球對決 好好跟奶奶聊一聊 跪在奶奶的房間 誠心的在神主牌面前 跟奶奶默念著 奶奶不好意思 我知道您是這個家的長輩 也是主人 雖然我才剛住進來 我也相信您的存在 也知道您不會傷害我們 但我希望您可以不要每天晚上 這樣出來嚇我好嗎 我的心也是肉做的 心臟會受不了 昨天我真的嚇到了 希望講這些話不會冒犯到您 小花一邊說著 一邊虔誠地膜拜著 希望用溝通的方式 跟奶奶好好說自己的難處 也展現誠意 直接地把神主牌的小門打開 讓奶奶看見自己 這樣子有禮貌一點 結果把小門打開後 神主牌裡面放了一張 慈祥老人的照片 這個是奶奶 但小花看了照片 認了很久 這是奶奶的牌位 裡面放的絕對是奶奶的照片 但是 照片裡面的人 卻不是昨天小花 夢見的那個老人 那 那個老人到底是誰呢 想到這裡小花不禁毛了起來 就這樣 終於在幾個月過後 小花終於熬到了 老公因為公司吊子的關係 搬離了老家 來到大城市裡面生活 而且已經好幾年了 現在跟老公還有幼稚園的兒子 一家三口一起生活著 蛤 我靠 你這鬼故事也太猛了吧 那老太婆到底是誰啊 噁心 對啊 罵得超可怕的 不過搬家就好了 這故事真的有夠毛的耶 那事情都過了那麼多年了 你怎麼臉色還那麼難看啊 哼 就是過了這麼多年 才覺得臉色難看啊 蛤 什麼意思啊 沒啦 就我兒子啊 昨天我兒子在幼稚園 畫了一張我的家人的畫 他回家後特地拿給我看 結果你看這張紙 小花弟給我 他兒子在幼稚園畫的圖 這 這個是 圖裡面 小花兒子畫著爸爸 還有媽媽 跟他自己 三個人很快樂的 在客廳裡面吃著火鍋 看起來非常溫馨 但不知道為什麼 卻還特地的 把廚房畫了出來 因為在廚房裡面 還有一個穿著和服的婆婆 但詭異的是 她的頭 卻是頂到天花板的 故事說完了 小花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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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小花兒子